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奇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在这一期视频当中将会一起继续的来做战术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张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上面的这两个骑手 你知道是谁吗 左边的是个外国骑手 右边的是一个中国骑手 那么你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 可以把你的答案 然后打到屏幕下方的留言板上 如果滋身齐迷的话 那你能说出这是哪一个比赛上的对局吗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是谁赢了呢 你知道的话也欢迎把评论打到我们的留言板的下方 好 那现在闲话少说 让我们继续来做战术 我们上一期做到了2000分 这一期我们继续加油 王到C2 那我们在这儿要怎么走 有种预感 第一道题我就卡住了 第三 后一四 后一四肯定是对了 后一四 斜线将军 斜线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在比赛当中忽略的一种线路 因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少 直线横线都经常会遇到 斜线没有人走路斜着走吧 对吧 螃蟹也只是横着走 没有斜着走 这个局面我们继续 怎么回事 还没车第一 然后走什么 我看到车第一王第一后继四可以抽象 但是我不甘心 因为我觉得应该可以杀王吧 但是我还没找到怎么杀 to be honest 如果你不走这种先手的招法 人家下步后位6也将你了 所以我觉得先手骑也只有车第一了 因为其他的招法什么后一二之类的 人家后位6去将你 后位4去将你 所以只有车第一吃掉 然后在这的时候 你可以后B1后B2 但是我觉得不对 因为你会把人家的王将得越来越 这个越走到安全的位置保住相 所以后继四抽象 是我的想法 没错 第一道题就错了 我的天 2000 怎么回事 来看一下 王吃第一后继四不对吗 抽象不对吗 后B1 后F3 王D3 王D3 也许是王D3 王D3后位6C4 他没有将了 王D3 老盖 天津话叫老盖 特别逗 我有天津的学生 然后他们跟我说老盖就上去了 老盖就是老王的意思 王D3是不是就上去了 上去了下步后H1 用王来杀人 这个真是绝了 对方后位6C4 对了 C4 拦住 后随色 那他只能气了 不气的话下不讲死了 我的天哪 一进2000分 先给我来个下马威 好 继续 我们来看下一道 车S3后G8 不用看了 所以这个Chess.com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做错一道题 他给我来几道简单的 好 继续 下一道 王走到这儿 那怎么赢呢 这个局面 我觉得这个棋的迎起关键是先固定住对方的兵 所以怎么固定呢 先走A6 BA BA吃掉 然后上去把这个兵抓死 然后两头都有兵他就守不住了 因为我们A兵 E兵两边都是通路兵 继续下一个 又是一个王兵残局 H5的话他就王E5了 所以我们要先走王F4 这个叫做shouldering 尖春法 撞尖宝 先把他的王给撞住 然后我们的升变格 正好如果他王在第四是打将的 变后就赢了 下一个 车吃B6 seriously 又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题 将军车吃C2 所以只要一道做错 他好像给你好几道简单的 我已经找到他的规律了 马到C3 后到C2可以将 后到G4可以将 那么我要走到哪里将 那我肯定到后G4 哇塞 太感谢你了 给我这么简单的题 后吃B6 那我们可以吃这 这是一道练防守的题 我已经知道他的规律了 就看你敢不敢吃 吃完之后后F6 王G8没棋了 所以为骂不吃 为骂不吃 为骂不吃 王G8 如果你后F7 人家后H8 那敢骂呢 直接走这就可以了 下一个 王到C8 那我们可以车到A8 王B7没棋 然后走什么 后到A3看上去挺厉害 我知道了 车A8连江沙了 王B8车B5 王A8然后后A3 变了 那车B8车B5后C4 一样的 下一个 车B1向F2往F2后B1 直接抽掉了 有更好的 后B1往B1 然后向A4 双江不电子 车B1将死 下一个 2100分了 车B8 然后我们继续 车吃B3 后吃B3 车到B1 多子 我喜欢这个音乐 有点像这个 爱尔兰的这种音乐 马E3 有点像那个指环王里面 这个小矮人们跳舞的音乐 后E1 后F1 马E2 简单 下一个 后到E8 后第5一步杀 我居然想了这么长时间 想了8秒钟 我的天 继续 下一个 马吃第4 车E1将军吧 对吧 你不将的话也没有骑啊 你只有将的 将 然后后F1钻进去 下步后H1绝杀 对方虽然 等一等 车 车吃G7 王到H8 没事 不吃他就行 从这钻进去 车G7 王到H8 因为如果你吃的话 对方有闪将的 马E6 或者马F3 所以躲开 车吃王吃 没有闪将 后B7 然后上王就可以了 王到G6 走到对方一个 没有将军的位置 他吃我的车 下步后H1 那送后的话就白给你 下一个 车吃12 后H1 肯定的 后F2 后H2 然后后F1 看一看 后G4也可以将 等一等等 有点复杂 等一等 为什么我们叫将军呢 可以不将 车B1下去 从后面掏他怎么样 不对 车F3 EF 车H2能护住他的屁股 或者车F2 等你将的时候 他再车H2 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不换后的 简单简单 太简单了 后H1 后H2 车G3 不就完了吗 相信很多同学 应该比我看得很 还快 下一个 向D3 对啊 这样就可以了 车E1不行 小心人家的向 想骗我 向H2 可以抽C6 下一个 2200咯 后H7 向H6 向H6 怎么这么简单 瞧不起谁呢 怎么这几道题 这几道题越来越简单 瞧不起谁 下一个 然后H5了 向F2 后D4 E4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走E4呢 直接开线 进攻他的网 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 E4有点 是不是有点太 太obvious了 太明显了 是不是你在骗我 Chess.com是不是在骗我 但是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奇 我们虽然少了此 但是对方只有一个后出来了 所有的其他棋子都已经都在家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面 我不知道 意识看上去非常的好 我第一车吃马一二 好吧 好吧 也许也没有那么好 没消息我怎么想了这么久 我在干什么 What I'm doing 我决定走E4了 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招法 我觉得还是要打开线路 进攻对方的网 但是第一车吃马F1 我也没有看到后续招法 这个意思给对方的灵活度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术题 应该是灵活度不会那么高的 后第四线杀他一下 小一三 小鼻四 马第二 What am I doing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有种预感 这要题我要错 我特别 我极其想走E4 因为想要直接打开线路 因为我看 我虽然可以威胁他的像 但是我没有看到像可以到哪闪击 特别厉害 也许就是像F2 也许 哦 像F2 也许就是像F2 往F2 然后车CE 反正让他只出不来 好吧 我就走这个了 对了 后第四的话 像E3不太对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先吃C 这个又不算是战术了吧 局面性弃子 对吧 他的两匹马出不来 你也直接将不死对方的王 在这的时候 我看的是霍A8 带对方王H2 然后走什么 或者我们可以走车C7 我还没想好 怎么突然给我来个局面性棋子 我觉得应该走车C2 但是车C2人家马E2呢 再走后第五 再走后第五 马F3呢 对他可以马F3 怎么会三分钟了这道题 我知道了 你先将 先将完之后再车C7 没错 那他直接走的最简单的 没走我刚才看的最好的 好 下一个 王C8 我看你好像有点难受 我看你好像不像好人 车第五 车第五 车吃第五 对没错 多子了 然后车第八 白吃一个像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是2232咯 上了2200分咯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咯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直接冲到2300 甚至2400 好 我是凯基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